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丹麦人则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擅长设计的民族 水光中五彩斑斓的房子 恍若让人穿越到了记忆中的童话世界 这里有全世界第一条步行街 当中世纪建筑遇见顶尖时尚品牌 不同世代的美学典范在此碰撞交汇 相比于游客簇拥的景区 克里斯蒂安港区显得宁静惬意 全球排名第一的NOMA餐厅 就隐藏在港区一座250年的古老建筑里 Trayer广场与NOMA餐厅咫尺相邻 共同守候在威风徐来的港口 因其折叠式屋顶 以及充满厚重感的深色外立面 它又被称为棕色立方体 Rokhov就住在这栋融入了现代设计的古朴建筑里 造型独特的玄关柜 营造出一种留白的布景感 经典的千鸟格纹路 在大面积中性色的衬托下 显得格调不凡 三盏吊灯则犹如人鱼公主无暇的眼泪 让稳重严谨的空间变得湿情画意 将化妆镜延伸至地面 放大了凹陷区域的纵深感 让梳妆台犹如通向另一个空间的通道 将现代融入古典的Sightline艺术挂画 又在清奢雅致的空间气质中 增添了一丝生动诙谐 三百年前 这片码头旁的工业厂区 与安徒生童话一同诞生 三百年后 他过尽千番 在世人向往的童话王国 重唤新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